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在福建厦门 很多朋友都让我拍一拍厦门的世贸双子塔 就在正对面了 看一下 非常的气派 这也是厦门的地标性建筑 它的高度是300米 有一栋是五星期酒店 一栋是商务写字楼 总投资50亿 总高度是64层 在顶层有观光 云上厦门 门票应该是在100多 它的造型类似于两个巨大的帆船 所以又被誉为是双峰大厦 而且它也是福建省的第二高楼 前面有一个环海步道 带大家走一走 风景十分的漂亮 看一下 这上面是公路 错综复杂 这里面也有好多的朋友 还有游客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多了 走在这里休闲散步 是非常凉爽的 没有那么热了 前面拍照呢 风景是好呀 都忍不住拿起手机要拍 看一下 海天一色呀 海水也非常的蓝 对面呢 就是漳州市的龙海市 盖了好多的高层小区啊 对面的房价应该也不会便宜 对面的居住环境也是非常好的呀 也是海景房 不过漳州那边啊 全是大山呀 从对面到这边啊 坐轮渡估计也就30分钟 前面就是鼓浪雨了 过两天我会上岛给大家拍一下 在世贸双德塔的顶层 也可以俯瞰鼓浪雨的全景 这一片真的是太美了 带大家继续往前走啊 前面这一艘是游轮吗 好像是的呀 回头问一下多少钱 可以乘坐体验一下 我感觉这一片啊 打到的非常好 一个环海步道 给游客也好 或是市民下班之后 休闲散步的一个好地方 还有人飞无人机呢 这里就能够直观的看到 世贸双德塔的整体了 前面就是狐狸山海滨浴场 还有狐狸山炮台 我刚刚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原来是这个兄弟 玩的无人机 厦门不愧是海上花园呀 海在城中 城在海中 在这里观赏海景啊 是一个绝佳的好位置 汽车在海上通过呀 而且大家看一下这个云彩啊 是不是非常的奇幻 刚刚我已经在狐狸山海滨浴场给大家拍了个视频啊 对面又来了一艘游轮 好吧朋友们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时间大家来到厦门 一定要到这里走一走啊 风景特别的漂亮 行 结束了